嘿,今天分享一个高蛋白低卡的酱牛肉 做一次承包一周的伙食 这种酱牛肉最好用牛腱肉 内里有筋,筋肉纵横 冷水下锅,放入去腥三件套 撇去浮沫后,在小火煮五分钟 捞出清洗干净 今天用我新入手的小子来做这道菜 卤菜没有什么难度 把屏幕上的作料放进锅里就好 倒水没过食材 辣椒花椒和盐 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 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这个小可爱吧 炖肉四十分钟就好了 没有电烟锅的宝宝们 砂锅中小火炖两个小时即可 色泽红亮,酱香入味的酱牛肉就做好了 现在别着急吃 冰箱冷藏两个小时以上 完全凉透后的牛肉会更好切 不然会容易散掉 这一盘酱牛肉低卡又美味 直接入菜可以配上一份凉拌汁 幸福感又升级了 还可以给自己来一份牛肉面 牛肉唱吃可还行 一次多乳一点 放入冰箱可以冷冻一个月 今天的万能卤菜公式你们学费了吗 好吗 好吗